另外有一个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讲说他觉得好委屈 这段时间呢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他们公司的老板就说 你们全部放无薪假 全部在家等着 那一直等一直等 从三月份等到现在也都十月份 他一直在问老板 请问还要等多久啊 你公司还准备开吗 我们是应该去找新工作吗 还是我们就在那边候着等你天长地久呢 结果老板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回答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工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补偿 那这样子是老板有没有责任啊 如果老板都置之不履的话 他们现在应该要作为员工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权益呢 怎么样做才正确呢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请生存品生率事业 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 这是一个劳工法的问题 这个劳工法呢比较复杂 特别在疫情发生中呢 很多这个朋友虽然在家 无信在家 他可能领着事业保险 对吧 对于如果你失业保险的话呢 那就等于是 你不但领了保险 你还可以再来 但人呢是这样 不是有钱 他因为他有工作 他有归属感 他会感觉好一点 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小公司的话呢 大家很简单 你发一份跟老板讲一讲 如果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 我是这么讲 你觉得你们公司 是不是讲来会要破产 还是要讲来还要回来 对吧 如果你觉得你们公司 根本以后就撑不住了 对吧 那饭店的员工 那我建议你赶紧找个别的工作去 对吧 因为在家中呢 雇主或雇员的基本的 这个没有合同情况下呢 叫contract at will 就大家可以随时解雇 你也可以走 我也可以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你跟那个老板 因为老板现在很窝心 你想老板生意没有的话 他自己也是很矛盾 他可能拿了一笔政府的 这个救济款 对吧 他拿救济款以后呢 那个也不是太好用 因为以后也可能会还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呢 应该跟老板直接了当的 这个email谈一次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有些特别是小雇主 有一些服务行业的小雇主 你说他马上给你个答复 这个每个老板不见得都会这样 比如一个福建人开了个餐厅 对吧 他自己英文也不讨 他自己也是忙忙叨叨的 这是一种雇主 还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 正规的公司好很多 你比如上20个公司 那你一定要跟老板这个 用email有理由的这个方式 说你到底还用不用 我还准备准备开 如果不开的话就怎么做 对吧 那是我要找新的工作 就大家这个中国人特点是耗面的 大家不管很多人只统开 我觉得到这个地步了 30个月以后呢 你觉得你公司还有开门的可能 还是不是你第一波会请回来 是吧 所以这个无薪代价 这是一个很临时出现的事 我觉得应该有沟通吧 还是跟老板沟通 因为这个不太一样 美国大的公司不会出这种情况 就华人的公司出这种情况 非常非常常见 大家不说 这个蛮讨厌的 是是是 所以共体时间 如果听众朋友们 你有这样的问题 不要只是打电话 其实这个语言上的这个沟通 也许他还不知道怎么回答 给他写个email 就像胜利师姐的 还有微信 微信也是个 微信也算是书面的东西吧 是是是